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遇到这些大师 尽情远离 在清静佛法的时候 一些人遇到朋友介绍某某大师有本事 很灵验 诚然民间有不少有识之士 对佛法确实有深入的理解 跟住他们学习 收获良多 不过其中也不乏江湖骗子打着佛法的旗号 实际做的事却不是真正的佛法 以下略举几个典型例子 供大家分辨大师真伪 这样的大师不可信 自称佛教 实为外道 一 轻灭持戒破佛律 有的大师说 我已开悟 不用持戒 我是持而不持 不持而持 对佛所知戒不屑一顾 佛一教经中 佛陀告诫弟子 佛陀灭度后 弟子们应以戒为师 遵从戒律 就如同在黑暗中遇到灯光 贫乏的人获得珍宝 只要弟子们遵循佛界 就和佛陀在世时 跟随他学习没有区别 跟随佛陀学习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应当尽量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众善应得善果 因果不失不坏 相应不差 二 妄显神通求名利 有的大师告诉别人 自己有种种神通 故作神通广大的样子 以此诱导许多人拜他为师 对他言听计从 佛教中确实也有神通 真正的圣者 虽具种种神通 但从不在人前 妄显自己与众不同的一面 他会把自己获得 三明六通的方法 交给别人 比如持戒 修订 乃至如法诵持大成经典等 通过身体力行 以得福人 而不是显示神通 来求名文利养 三 专横跋扈我最大 有的大师认为 自己懂得比别人多 常常把自己有多厉害 挂在嘴边 自视甚高 对他周围的人 以止气势 法华经中 有一位常不清菩萨 常不清菩萨 每每遇到四众弟子 便向对方行礼 称赞他是未来佛 即使别人 对他的行为不理解 对他出言不虚 他也不生称心 正是由于 他始终秉承谦虚的心态 才能领悟 法华之妙 我们的修学 与常不清菩萨相比 实在是不值一提 又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四 占卜吉凶听我话 有的大师 自称已开悟 算命打挂 给别人占卜吉凶获福 甚至 有些大师对别人的隐私 很感兴趣 在得知别人的私事后 以此作为把柄 把对方玩弄于鼓掌之中 以上种种自然不是佛法 大班涅槃经中 佛陀有明确开始 弟子们不得仰观星宿 推不迎虚 沾向男女 解梦吉凶 从佛教的角度看 因缘生诸法 未来不是定数 通过修布施 实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班若六波罗密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五 戏论诸法乱家戏 有的大师警告初学佛法的人 晚上不能读诵某某佛经 否则会如何如何 未言耸听 已建立自己的威信 这种说法 与佛陀的教导 是背道而驰的 那些被大师们宣传 不能晚上读的大乘经典 经文中 压根没有这样的内容 此外 佛陀在世时 曾嘱咐当时的比丘弟子 在晚上诵经 中叶诵经 以字消息 须知大乘经典 皆有十方诸佛 诸大菩萨互念 皆有天龙八部等 互法互持道场 因此 在家诵读经典 需要注意的不是 什么时候读 而是如何读 诵经时 如对佛前 致心恭敬地念诵 诵完经后 再如法回向 六 自称是菩萨再来 有的大师 自称佛陀化身 或菩萨再来 并让拜在他门下的弟子 大肆传播这样的说法 以此吸引追随者 事实上 佛陀曾开示弟子们 即使有所修正 在世时 不可以广而告知 只能在去世前 留下一句或一句 显示自己 这一生的心得体会 这一点 冷言经也说得很明白 一旦暴露身份 他就得离开 既然身份已暴 为何还留在世间不走 真正的有德者 行事往往低调谦虚 不张扬 不傲慢 倘若因缘不具足 找不到一位 能够医治的善知识 谨记依法不依人 静下心来 阅读一部佛经 清静佛陀 亲口宣说的妙法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